有很多摩托姐姐都会在直播间里问我 你是怎么分享王一波的 在这儿我统一回复一下 我是从热烈入坑 然后经过我疯狂考古王一波 这坑是越挖越深 等我稍微停下来往上看时 这梦都想不到 来手好好的 回不去 反正也回不去了 就闷头继续挖吧 反正挖的都是好东西 我还真是好奇啊 挖到底到底是个啥样子呢 我等着你 一言为定 今天呢 给大家讲一讲 我们家和王一波的缘分 回想起当初 其实缘分早已注定 首先呢 为大家展示一下这个 Look 来点镜头拉近 这个是一个 带有王一波头像的靠枕 SKJ呢 是他代言的一个品牌 缘分呢 就是从这个靠枕开始的 我呢最早见到这个靠枕呢 实在三年前 也就是2021年6月份 我媳妇因为视力不好 高度近视 高度散光 所以就在网上买了一个 眼部按摩仪 咱们都知道 网上买东西啊 商家会习惯性的赠送一些 小礼品啊 周边啊 所以买这个按摩仪 同样也赠送了 小礼品和一些周边 其中一个 就是这个靠枕 当时我只记得 靠枕杖是个人的头像 没有注意到他是谁 所以就把靠枕放一边了 然而没过两天 令我震惊的事情发生了 有一天啊 我注意到我的女儿 拿着这个靠枕 时不时的盯着看 时不时的还紧紧抱着 脸上还洋溢着微笑 哎 那我就好奇了 我就问我女儿 宝贝啊 你拿着这个靠枕 又是抱又是笑 是怎么回事啊 她的回答 让我有生难忘 你们猜猜 她是怎么回答 我倒数三秒 看看大家能不能猜到 当时啊 我女儿一本正经的对我说 我长大了 要嫁给王一波啊 我当时听完后 哭笑不得 一个幼儿园 还差一个月才毕业的孩子 居然如此语出惊人 我就很好奇啊 什么样的人 有如此魅力 让我的女儿要嫁给他呢 于是乎 我好商量 逮商量 才拿到了这个靠枕 我呢 仔细看着靠枕上的小果子 虽然是闭着眼睛 但从面向上来说 应该是个善良的人 长得也帅气 眉心目秀的 很有演员的感觉 大家注意这里啊 没想到 我当时的猜测 居然在三年后 证实了 全对 那么看完之后呢 我和我媳妇也觉得没什么 孩子嘛 童言无忌 但是现在回想起来 真是万万没想到 我女儿 比我喜欢王一波 早三年多了 所以 从那个时候开始 我们家与王一波 就有了不解之缘 只是我身在其中 却还不知道 又过了没多久 俩孩子从幼儿园毕业了 女儿学了中国舞 我想着儿子也得学个特长 爱好啥的 与着就尝试足球 篮球 羽毛球 他都不喜欢 突然呢 我想到了街舞 因为离家不远 有个街舞 培训机构 我有几次啊 中桥路过那里 我本人啊 也对街舞很有好感 因为帅嘛 学生时期很喜欢跳街舞 但是那个时候 社会对学街舞的人有偏见 只有坏学生才学街舞 还有就是那个时候 家境也不允许 当时呢 我还是足球运动员 所以一直就没再想学街舞的事 但是想学街舞的心 一直埋藏在心底 现在呢 国家强大了 人民物质成年也好了 想学什么都有 但于是啊 带着儿子去试一堂街舞课 这一世不要紧 立马喜欢上街舞了 当场我就把钱交了 之后就这么一直练习街舞 直到2023年的暑假出问题了 什么问题呢 因为练习breaking是非常难的 一个动作可能要练习 很长一段时间才有成交 训练呢 也很枯燥 一个孩子贪玩 贤其贤花的很正常 所以暑假刚开始 没多久 就有了放弃的念头 我和我媳妇怎么劝都无济于事 就在一筹莫展的时候 最好的良药出现了 7月28日 热烈上演 前面我也说了 我内心中一直藏着对街舞的喜爱 所以在斗爸爸上看到了铺天盖地的 关于热烈的消息影评 并且这个主演不是别人 正是我女儿要嫁的王一波 于是乎我带着媳妇就奔向影院去看看热烈 看了之后 我马上想到 这个热烈很有可能是我儿子学街舞的转转点 所以第二天我带着儿子去二刷的热烈 幸运的是 我儿子还真就被影片感染了 当时影片结束后就流行真实彩蛋吧 会跳街舞都会上去跳一段 因为热烈是一部很有感染力的街舞里别的电影 所以不管是梦不种 一激动都上去了 所以电影结束后我就告诉我儿子要不要上去跳一段 他更能被打 直接冲上去了 那一瞬间 不见你们 眼泪啊 多筐而出 他是我儿子 突然觉得好骄傲啊 带着彩蛋去看热烈 也没谁了吧 我儿子在舞台前就跳了起来 全部观众都在那里一边大叫 有彩蛋一边拿出手机在那拍 说实话 我当时很感动 很激动 也很骄傲 更让我没想到的是 我儿子在影院里 拿了一张王一国热烈的海报 带回家里 贴到了卧室的墙上 激励着自己努力训练 因为这件事 我对王一国非常有好感 也从那个时候起 开始了考古王一国的工作 也渐渐成了一名摩托托托托 从我媳妇好小不小的买了王一国代言的产品 也到我女儿要嫁给王一国 再到我儿子因为王一国坚持跳街舞 再到我深陷考古中无法做到 王一国给我本人 给我的家庭带来巨大变化 在此我感谢王一国 没有你的出现 也许我的儿子已经放弃跳街舞 也许我还活在过去那种 浑浑噩噩的状态中 活在当一天和尚 壮一天中的状态中 今天分享了 我们一家与一博之间发生的缘分 除了想表达感谢之意 我还想说 王一博值得我们去喜爱 去了解 去追捧 去欣赏 去模仿 去维护 去追随 因为这道光很亮 它不仅能让我们 认清未来的道路如何前行 而且能让我们在精神层面 变得坚韧无比 对未来充满希望 并且对此深信 我是三世 我已经在向阳生长的路上 你还在犹豫是吗 你记得吧 我只是从这世界经过 做一个平凡的旁观者 拥抱所有生命的喜怒 不爱的 我只能不爱的 我只能不爱的